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丛马泄露天机 全国东森同学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大文老师 好 股市获利的关键 我一直在强调 只有一条路 只有一条路 没有第二条路 什么路呢 你一定要看懂主流 锁定主流 重压大买 你才能享受大波段的获利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锁定主流 买对主流 你才有资格赚钱吗 但穷同学 好好想一想 今天几乎90%以上的 散户投资朋友 来到股市的下场 就是什么 满手套了 满手套了 股票10档 20档 30档 一大堆 我还亲眼看过 一对夫妇来找我 股票有200多档 200多档 不是开玩笑的 我对天发誓 200多档 我们都看傻眼 当然这对夫妇 这个资金比较大 有七八千万 所以股票买了200多档 但是下场一样 套牢一大堆 亏损一大堆 甚至套牢三层 四层五层的 比比皆是 你可能讲张老师 你讲话很夸张 我没有夸张 这一次从七月份 这一次从七月份 全国同学 从七月份 全国同学 不管你买航运股 船产股 电子股 被动元件 七月份以来 你买错主流 我跟你讲 这一次从七月份以来 你不要看指数 只跌一千多点 来导播我们 打一下大盘指数 大盘指数 从七月份一万八 今天一万六千多点 跌大概两千点不到 对不对 跌一千八百点 跌一千八百点 是不是跌一成 所以从七月份以来 你不要看指数 只跌一成 但几乎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股票 跌幅高达五成 高达六成的 比比皆是 比比皆是 所以张老师 一再给你报告 大户筹码 泄露天机 你看张老师节目 很简单 我的节目就是 大户筹码 对未来到底谁会大涨 未来谁会大跌 绝对事前 事前 我不要事后 对不对 像七月份 当时航运股 扬名 长荣涨到两百三 对不对 万海 对不对 这个这个这个 台华涨到三百多 当时全市场都跟你讲航海王 结果昨天航运股 跌破百元 扬名跌到九十多块 昨天全市场 每个都给你看空航运股 每个都看空航运股 这在我们来看 那笑死人的嘛 你在两百多拼命看多航运股 昨天所有的电视 我看一下 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些专家 每个都跟你讲 他看空航运股 你告诉我 你这样会赚钱吗 对不对 两百多 不去看坏航运股 两百多 带投资人追航海王 昨天跌到九十多块 每个都跟你讲 他的看空 甚至有的还在放空航运股 那我都不知道 你要赚什么钱 同学 好好想一想 张老师永远事前告诉你 谁会大涨 甚至谁会大跌 对不对 大物筹码 绝对跟你讲得很清楚 这次七月初 七月初 当时长龙扬名 涨到两百三 全市场都给你看好航运股 都给你讲航运股 但大物筹码 这次七月初 长龙扬名涨到两百三 已经斩钉截铁 跟全国同学讲什么 未来的主流 下半年的主流 已经告诉你了 不是航海王 是什么 电动车 全国同学 七月份当时 扬名涨到两百三 长龙涨到两百三 全市场都跟你讲航海王 当时张老师 七月份 全国同学 七月初 送你五个字 航海王变成什么 铁达尼 全国同学 两百三公开警告 我不是说跟你讲 保守航运股不要罪 我不是 我跟你讲铁达尼 铁达尼 你听得懂吗 什么是铁达尼 什么是铁达尼 我想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铁达尼是要崩盘 沉船出人命的嘛 所以两百三 全市场都跟你 喊航海王 张老师 斩钉截铁 我不跟你啰嗦 我想航运股变铁达尼了 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是筹码面的问题 筹码面的问题 跌幅高达六层 很可怜 长荣一样 两百三 杀到九十几 万海看一下万海 万海 三百五杀到一百五 十张你铲赔两百万 两百万的 十张就好了 不要多 台华看一下 三百二杀到一百二 十张两百万 没错吧 五张赔一百万 十张赔两百万 但这好像是 七月份斩钉截铁 跟你讲 蔚来主流 电动车 电池大厂 来美其马 看一下美其马 从六七十 涨到一三九 是不是一百万变两百万 是不是两百万变四百万 台股这个月 跌了一千多点 今天早上还在破底 导播打一下大盘 大盘今天还在破底 跌到一六一六二 但张老师送你的美其马 导播 跟你报告 未来的主流美其马 你告诉我 有没有破底 有没有破底 今天还在一百一十多块 你七月份 七十多块跟着我们买 你今天还是大赚的 我跟你讲 所以你七月份 你买对 电池主流大厂 买对未来的主流 你买到美其马 一百万变两百万 两百万变四百万 但你七月份 你买到航运股 对吧 买到阳明 你告诉我 一百万剩多少 一百万剩四十万 两百万剩八十万 惨不惨 这就是为什么张老师 七月初苦口婆心跟你讲 你要搞清楚 下半年主流是谁 你还在傻傻搞不清楚 航海王 那你怎么办 你不命都没有 其实七月份以来 你不要以为只有航运股跌 张老师要跟你讲 你要了解 七月份以来 不仅是航运股跌 不是只有航运股跌五成 跌六成 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股票 同学 最好是这个地方苦口婆心 你不要开玩笑 七月份以来 你说我没有买航运股 我买别的 一样跌五成一大堆 我们看一下钢铁股好不好 来看一下中红 2014 你告诉我嘛 六十跌到三十 这跌多少 这不是一百万剩五十万吗 所以你不要说 你没买航运股 你买钢铁股 一样 一百万剩五十万 两百万剩一百万 你说张老师 我没有买钢铁股 我没有买航运股 我买传产股 一样 来我们看一下南地 看一下南地嘛 2108 亲眼看一下 七月份一百七 今天八十 所以了解 你不要以为说 七月份以来 只有航运股 跌五六成 你买钢铁股 一样跌五成 你买船铲股南地 一样跌五成 一百万剩五十万 两百万 一样剩一百万 很惨 很惨 你说张老师 我没有买船产 我没有买钢铁 我没有买航运 我买电子股 一样 半斤八两 我们看一下电子股 看一下微钢 你看一下微钢嘛 一百三杀到七十 你不是一样一百万 变五十万吗 两百万剩一百万吗 看一下金豪科 两百一杀到一百一 十张一样一百万 看一下IC设计 敦泰 你自己讲啊 两百九十八杀到一百三 十张一百六十万 一样跌五成 超过五成 你知道吗 我们有买这些 我买的是被动元件 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国具好不好 六百 今天还破四百 十张两百万 一样产培 华星科看一下 两百二 今天一百四十三 破底 十张八十万 所以赵老师这边 苦口婆心啊 同学 从七月份以来 指数好像只跌一千多点啊 对吧 指数跌一成而已嘛 指数只跌一成而已 但是几乎所有 所有所有的股票 你只要买错主流 不管你买航运股 买钢铁股 买传产股 买电子股 买IC设计 买被动元件 跌幅 统统高达五成 甚至六成 所以这就赵老师 告诉你的严重性 你如果还搞不懂主流 我跟你讲 将来你会赔得更惨 好 那我想这一波 我们七月份警告你的 小新铁达尼 杨明铁达尼 长龙两百三铁达尼 结果什么是铁达尼 什么是铁达尼 你回答我嘛 赵老师讲的话 有骗你吗 为什么两百三苦口婆心 警告你铁达尼 亲眼见证 这两天通通破百 通通破百 通通破百 好 昨天杨明破百 我觉得很好笑 很可笑 昨天破百 开始全市场这些专家 老师通通看空航运股 那我问你 你要怎么赚钱 两百三通通看多 看好航运股 跌破一百 通通跟你讲 看空航运股 同学你要怎么赚钱 你每天都接受这种 这种 无效的讯息 你会赚钱吗 两百三拼命叫你去追航运股 跌破一百告诉你逃命 甚至还告诉你放空 那你有多少钱你都要败光 昨天航运股跌破一百 我特别特别呼吁 这里你要干什么 减便宜嘛 对不对 跌幅高达六成的 你还怕什么呢 很简单嘛 你回答我嘛 同学回答我 航运股今年会不会倒闭 你先告诉我嘛 曹龙扬明会不会倒闭 如果会倒闭 我们不要讲 对不对 不要说一百了 对不对 五十都要破 如果要倒闭的话 甚至下市 但你告诉我 曹龙扬明会不会倒闭 你回答我就好 上半年EPS都已经15块了 而且这三个月来 七月份当时的 这个波罗的海指数 七月份的航运价格 每息是8800块美金 现在是多少 19000块美金 所以这三个月 运费是涨了一倍 听清楚 这三个月 七八九月 所以美息从8800涨到18000 19000 美东从11000涨到22000 不得了 三个月运费涨一倍 对不对 好 那请你回答我嘛 六月份第二季 第一季第二季是到六月而已嘛 它的EPS已经15块了嘛 结果七月八月九月运价涨了一倍 那你告诉我第三季EPS要多少 上半年15下半年呢 会不会20 会不会30 运费涨一倍呢 所以为什么长龙八月 营收破500亿 创新高嘛 所以九月运费涨一倍 你告诉我营收会不会创新高 所以近期股价破100 我告诉你这里要减便宜了啦 你不要在那边乱搞 230拼命买 跌破100拼命在那边放空 这不是乱搞吗 所以一旦等九月的营收 马上过几天就要出来了 对不对 会不会创新高 获利会不会创新高 对不对 答案你自己去想就好了嘛 运费这三个月涨一倍 对不对 所以昨天说什么 美西运价跌一半 跌五成 那个是黄牛的报价 并不是航运公司合约的价格 航运公司这个破罗地海指数 还在高档 所以昨天破100 跟你讲大减便宜嘛 这里你还怕什么呢 是不是航运股该如何操作 昨天破100 公开预告大减便宜嘛 来群众同学自己看一下 今天一涨 9点9分 长龙从233下向转空 今天股价大跌到96块附近 逢低买嘛 对不对 这里还怕什么呢 看看会谈到哪嘛 是不是 只要来到130 140 你是不是很轻易的 会掌握到四成 甚至五成的涨幅呢 所以赚钱你要搞清楚嘛 昨天破100 已经告诉你航运股 你要懂得跌破100 要大减便宜嘛 今天一早长龙 96块附近赶快买 最低95.8嘛 同学自己看一下好不好 长龙结果呢 大涨9块 杨明呢 Kizako 好不好 那所有航运股套牢的 赶快拨电话进来 这一波会反弹到哪里 好不好 会谈到哪里 130 140 150 赶快拨电话进来 不要预设立场 好不好 那再来 全国见证嘛 跟你报告的电动车 对不对 美其马 从7月份 70多 80 90 96 100 104 116 127 139 你看到错 是不是100万变200万 200万变400万 逢高获利 昨天拉回100块附近 跟你讲拉回还是多嘛 你不要以为电池产业趋势结束了嘛 你以为就结束了吗 拉回100附近 你要站在多方嘛 今天美其嘛 自己看一下 好不好 再大涨12块 又涨了12块了 好不好 有没有机会 来到全高 再来跟你分享 晶片缺货 那当然要首选是联电嘛 毛利率 你看暴增五倍啊 所以去年20多块 我们带着全国同学 对吧 这一波大涨两倍 过去了 不谈了 7月份50多块 赶快买 告诉你会创新高 结果呢 5963 有没有创新高 逢高获利拉回 54 8月份再买 结果呢 58 60 63 70 72 是不是创新高 创20年新高 所以这一波呢 7月份跟着我们操作联电 整整大涨四成嘛 10张20万啊 20张40万 50张200多万 你50张不就100万吗 当然涨了四成 逢高获利 拉回50多块 告诉你拉回还在占得多方嘛 今天联电 又冲到60多块了 联电要注意 7月营收 8月营收又创新高 如果未来9月份 第三季毛利率 再冲到35% 甚至40% 问问自己联电 有没有机会 再挑战七字头 好不好 联电该如何操作 赶快拨电话进来 再来跟你分享 低价大转机嘛 这一波我们7月份 十几块给你报告 大同集团的精英 是吧 同时十几块股票 你要特别注意 十几块股票 只要涨到二几块 我跟你讲 一不小心大涨四成 但台积电600块 想涨四成很难 台积电来800四难不难 当然很难 不要讲800四 700四会不会来 700会不会来 650都很难 但是十几块股票 你只要掌握到 几块钱的波动 来到二几块 你就涨四成 你看看精英十几块 二三 二四 二六 你看涨多少 是不是轻轻松松涨四成 拉回精英 你不要原涨完了 整个大同集团 拉回还是占得多方 好不好 那错过精英大涨四成的 那跟你报告嘛 二开头九结尾的第二季 大赚200亿 跌到16块附近 股价重挫五成 怎么不能买呢 怎么不能买呢 这种股票你要小心 不小心来到二十多块 我跟你讲 大涨三成四成 轻轻松松 对吧 同时基本面今年大转机 今天股价差点就要18楼 差点就要18楼 同学好不好 会来到多少 会来到多少 三成四成五成 不知道 赶快跟上脚步 再来低价大转机 三号三开头一结尾的 一样第二季赚了200多亿 净值高达二十多块 EPS今年要六块 跌到十五块 为什么不能买呢 今天股价17块了 17块了 会涨到哪 对不对 会来到哪 这种十几块股票 一不小心大涨三成四成 不太困难 不太困难 你要把握好不好 好 那最重要的 低价大转机要涨到哪 再来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航运股 对不对 我们什么时候 带全国同学买的 封关新村的一月份 大户筹码是一月份 十几块叫你重压航运股 当着阳明一字头 结果大涨十倍 好不好 一百万变一千万 两百万变两千万 这过去了 七月份警告你 铁达尼 铁达尼 有没有铁达尼 崩盘成船 对不对 好 这两天跌破一百 跟你讲不要怕了 大减便宜 好不好 这里只要往上 弹到全坡的高点 一百三一百四 我跟你讲 你不小心 又可以掌握到 四五成的涨幅了 好不好 航运股把握来回波动操作 所以昨天长龙 杨明 告诉你跌破一百 你要大减便宜 今天一早 全部同学都有 九点九分 长龙从二三三转空 今天跌到九多块 你减便宜就对了 对不对 结果呢 长龙涨九块 杨明大涨十块 好不好 航运股 这波到底要反弹到哪里 好不好 再来最重要的 低价大转机 以及整个电动车 美其马电动车 整个大铺段操作 最重要 各位同学 你们手中套牢的股票 今天立刻拨电话进来 好不好 这一波航运股会反弹到哪里 今天务必拨电话进来 共襄胜举 跟上脚步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张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大户冲码论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大户冲码泄露天机 那我一再强调 股票操作一定要懂得怎么样 锁定主流 你才有这个享受大波段的获利 好不好 今年航运股 大家全国同学亲眼见证 这个是我们今年一月份 封关新春 带领全国同学 2021重压全新主流 当时航运商机 当时带全国同学重压扬名 当时大跌四成 扬名跌到一字头 谁要 你告诉我 一月份有人叫你买航运股吗 二月份有吗 三月份有吗 从十几块 有人叫你买航运股吗 七月份涨到230 全市场都叫你买航运股 所以我要告诉你 市场上后知后觉 太多了 你每天看这种后知后觉的消息 你会成为赢家吗 不可能的事 所以只有跟紧大波筹码 一月份带领全国同学 重压航运股 告诉你这是2021的主流 结果航运股 扬名有没有大涨 长龙有没有大涨 自己看 涨几倍 这不是 这实实在在的事情 从十几块涨到两百多 这不涨十倍吗 这一百万变一千万 两百万变两千万吗 七月份全市场跟你吹嘘 航运股 航海王 张老师斩钉截铁 跟你讲什么 铁达尼了啦 你还在航海王呢 对不对 铁达尼是沉船出人命 结果有没有沉船 有没有崩盘 有没有出人命 亲眼见证嘛 那这两天航运股破一百 全市场开始 看空的专家一大堆 你很可笑 你两百多拼命 看多航运股 跌破一百拼命 跟你讲看空航运股 你告诉我 你要怎么赚钱 你要怎么赚钱嘛 你不是在乱搞嘛 所以两百三 我们预告到铁达尼 全面看空 航运股全部卖光 那跌破一百 跟你讲这个地方 最起码短线 会有一个跌升反弹 会涨到多少 你不要预设立场 因为航运股的基本面 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第九月份的营收 创新高 恐怕还是没有问题的 上半年EPS15块 下半年恐怕20块以上 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地方跌破一百 你要懂得大减便宜嘛 今天一早长荣 有没有 杀到九十多块 你买就对了嘛 这里会有强劲的反弹嘛 今天长荣 全国同学自己看嘛 对不对 你如果早上还在放空 还在拼命卖航运股 你不是卖到最低点嘛 对不对 今天长荣涨九块 杨明 披萨科 好不好 那这一波 航运股会反弹到哪里 好不好 全国同学 务必今天拨电话进来 太多人我知道 航运股套在上面很惨的 航运股这一波反弹目标价 那所有航运股套牢的 赶快拨掉进来 好不好 趁反弹带着你解套 那最重要 你们手中一些套牢的持股 趁这一波反弹 都要把握反弹解套的动作 航运股会谈到哪里 拨掉进来 共襄胜举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在所推荐分析的 各别有家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告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